为了让贫困真属好过年 复联会基隆分会今天特地举办春节送晚的活动 制赠慰问金 在基隆市军人服务站站长陈一群陪同下 复联会基隆分会主委赖瑞芳 带领其他委员在农历春节前夕 亲自制赠包括台电协和发电厂补助在内的 慰问金每个人3000元 给本市十位贫困真属家庭 表达复联会关怀之意 我们的艺兰 如以前的贫困当时是100元 这就是100元 就是我们的备的不用 一个平安的保险 所以我们将来 我相信这种作用 每个人都很开心 而且时间又那么短 经历的时间 而且一个月回到那一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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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几乎好像都是非常的轻松 但是他在那边会认大人会认大人会认大人 因为他在那收入很贵的一个教育 和婚姻 这回到那时就完全都俗修改变不一样 我感觉到他在那里很大人 就负很多来自 我感到很高兴 我感到很高兴 让大家感到很高兴 让大家感到很高兴 来接受我们的准备 为我们的准备 虽然是不多 但是也是了表我们的心意 所以请大家要给我们接受 给我们支持 谢谢你们 真鼠们也非常感谢复联会吉隆分会的关心 并且和全体委员合影留念 复联会也预祝真鼠们农历春节快乐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